那个侵略者头子斯杰潘诺夫怎么样了 嘿,有意思啊 他没死在枪下,也没死在炮下 打扫战场的时候 发现这孙子趴在江边的滩涂上 一只弓箭射穿了脖子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前文书,咱们聊了聊 这松花江口战役之前 中俄双方兵力的对比 俄国侵略军头子斯杰潘诺夫 手下大概有500多哥萨克兵 可是呢,在松花江口 被沙尔虎达将军所率领的清军 所堵住的也就是400多人 那么这400多俄国兵 当时正在做些什么呢 按他们自个儿的话说呀 他们正在收食物税 什么是食物税呀 因为这块的索伦人啊 手上哪有钱呢 他们收税呀 只能收这个皮毛和粮食 嗨,我也是混了蛋了 什么叫收税呀 就是抢啊 您想啊 他是不是这么个理 您正挨家坐着呢 突然啊 进了一个大胡子 带着沾帽头的人跟您说 收税 我想肯定啊 您是先一愣 然后您不得抽鸭呢吗 可是啊 这大胡子 顺手从兜里把枪 偷出来了 您说这能算是收税吗 这不就是抢劫吗 公元1654年的6月16日 也就是顺治11年的6月16日 这俄国档案里呀 也写了 按照这俄国人的历法呀 那天应该是6月6日 这清军啊 可就把这哥斯赫的船啊 给堵在了松花江口 那么说这沙尔虎达将军 他料事如神 到这就把这俄国兵给堵住了 哪能啊 早就有探子呀 探听清楚了这俄国匪兵的动向 掌握了俄军动向以后 在6天前 大部队才集结 向这个方向开拔 沙尔虎达将军带了多少士兵啊 他有啊 三百八级兵 还有三百索伦兵 再加上100名 从朝鲜赶来的外援火枪手 沙尔虎达将军军中啊 有将士700多人 清军啊 在人数上占优势 战船上啊 也占优势 可这优势啊 是从数量上说的 俄国人呢 有13只大船 每只船啊 可承载300弹左右 小船呢 有26只 这26只小船啊 上边每个船上 大概能载人二三十 清军方面呢 有可装七八十人的大船 20艘 还有一些小船啊 是从达沃尔人 赫之人部落里 征调来的 一共有140艘 这些船 只能载四五名士兵 并且这些船啊 也没有这沙俄的船坚固 有的是独木舟 有的是皮筏子 大船的稳定性啊 也不如沙俄的船 稳定性强 经过对船只的实力对比之后 沙尔虎达将军就决定啊 不能打水战 这主力战场啊 还应该放在岸上 于是呢 就在这岸上提前建起了攻势 这攻势是用什么建的呀 柳条筐装土 六月十六日战斗打响 清军用船只堵住江面 又用大炮封江截断敌军的退路 这戈则克呀 不知虚实 只好是汽州登岸 这一登岸呀 正中了清军的埋伏 沙尔虎达率领的清军 可比当年呀 海色率领的清军 战法高多了 沙尔人虽然不能借水陆逃顿 但是他们呀 依附江边的大船 很快在江岸上 也建立了攻势 清军的战法呀 也不是很复杂 只要你冲锋 我有马队 就迎头即止 你要是不冲锋呢 咱们就在各自的堡垒中 枪弹互射 反正啊 我这有大炮 并且呀 是上打下 他不费辣 在斯基潘诺夫 给俄国朝廷的报告书中啊 是这样写的 六月六日 当然了 这六月六日啊 是俄历 因为那天啊 功力是六月十六日 与伯格达大军遭遇 伯格达大军带有各种火器 大炮和火绳枪 我们与该军交了火 伯格达军的骑兵骑马 步枪驾船 与我们交战 他们用大型武器 大炮和火绳枪作战 他们向我船开炮轰击 他们从土框垒的攻势 和土墙后面开火 许多军役人员都受了伤 我们无法与这些伯格达人 继续作战了 因为库存的火药 千弹已经用尽 他们打起仗来啊 阵法娴熟 并且井然有序 满洲人的记载啊 和俄国人记载的差不多 则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镇 唯一柳鹏 列之岸上 一平而放炮 连日接战 贼多重完死 这次的俄军呢 那算是伤亡惨重 斯杰潘诺夫 也是借着夜色 最后乘一只大船 率领百余名 戈萨克匪兵 逃往了黑龙江上游 最后落脚在呼马尔堡 这回啊 这故事就算是接上了 呼马尔堡之战 前两天咱们讲了 就是这斯杰潘诺夫 跑到呼马尔堡之后 和明安达里 带领的一支清军 打的一场仗 我觉得这第一次 松花江口之战 应该大奖特奖 因为这是清朝 对外来侵略战争的 第一次胜利 给之后的第二次 松花江口大劫 奠定了基础 并且自此以后八旗兵 再遇到罗刹兵 也有了战胜他们的信心 所以才有了后来 雅各萨之战的胜利 以及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在这场战斗当中 清军的伤亡情况 中俄 朝 三国 均无记载 但是朝鲜人记载了 自己的伤亡情况 那就是 朝军无一人伤亡 从这点来看啊 这清军也不会有 太大的伤亡数量 书不要麻烦 咱们紧接着 就得讲讲啊 这第二次 松花江口大战 这时间啊 很快就到了 1657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顺治14年 大清国的朝廷 决心一劳永逸的 解决这股流窜于 黑龙江沿线的戈萨克 这会儿的沙尔虎达将军啊 已经垂垂老矣 并且身体不好 老将军心中盘算 这也将是自己的最后一战 于是 这老将军就做了充分的备战 首先啊 是战船 在吉林船厂 造了上船4艘 大中船36艘 中小船12艘 配大炮50门 每门炮啊 都有两门炮手 听前半截啊 还算挺解气 后边一句完了 每门炮配两名炮手 也就是说呀 这炮大不了 这次备战啊 兵种和兵员都增加了 和往次战斗不同 这次老将军 没打算再动员民兵 这各部落的索伦兵 你愿意来参战呢 你就来 不愿意呢 也无所谓 这索伦兵啊 所用的就是刀锋弓箭 与火器对抗啊 伤亡太重 并且这军中啊 也不再配有这种 三眼冲四眼冲 这种短距离火器了 清军也效仿朝鲜 训练了二百名火枪手 不过呀 用的也都是火神枪 比起这哥斯克 用的随发枪啊 射速上还是有一点劣势 圣经宁古塔 又集结了一千重甲武士 就是前一番啊 咱们说宁古塔内级里 所介绍的披甲人 这成分呢 就是八旗兵和索伦兵 并且从中原 争调了有经验的 汉人舵手六百名 对呀 好驾驶这些大小船只啊 除了这些啊 还有一支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啊 有一百人 是从四川调来的 叫做西蜀潜水军 号称啊 能够在水中潜行数十里 在水下呀 能把敌人的船只凿沉 听着是挺神奇的 不过在后来的战斗报告当中啊 并没说到 这支军队具体立下了什么战功 是不是有朋友问了 这回没请外援吗 当然请了 不但请了 而且比上次人数还要多 朝鲜这回啊 派来了火枪手二百名 二十名火兵 两名通义 三十八名杂义 三十九名马夫 广师少官啊 一下就来了四个 也就是说呀 在战略上 和呢就是二百人的火枪大队 分呢就是五十人一支的火枪小队 这些人啊归了包堆 由一名将军带领 这位统兵将军啊 也不是前一番来的那个 边辑边渔猴了 这回来的呀 是朝鲜出北道渔猴 申流申将军 那么这会儿的哥斯克们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这斯杰潘诺夫啊 带领着三百多名哥斯克 归宿在松花江上游的呼马尔堡 经过第一次的松花江口战役 和呼马尔堡之战之后 这帮子哥斯克呀 他损失不小 而且呀 他们也感觉到了清军 剿灭他们的决心 这要是换了一个普通的 俄国贵族将领 指挥这场战斗 受了如此重创 早就脚底抹油 得一安颠了 可是这哥斯克头子斯杰潘诺夫 他不这么想 这哥斯克呀 生就是为钱而活着 钱一番抢来的皮毛啊 或者在战火中遗失损毁 或者呢 被清军缴获 他才不甘心啊 就这样 搭了这两个爪子 空着手回莫斯科呢 于是他决定重造战船 带领他三百多名手下 继续在黑龙江和松花江 沿线收税 那就是抢劫呀 这下不就好办了吗 于是 就在这1658年的7月10号 也就是顺治15年的农历6月初十 这帮子匪徒就一头扎进了 沙尔虎达将军 在黑龙江上 给他们准备下的大口袋 这交战以后啊 打的并不是很顺利 为什么呀 因为这斯杰潘诺夫啊 他也有准备 这次他没有小船 他只有13只大船 并且呀 比第一次松花江口之战 俄军的战船还要大 大船上造有板屋 大炮和这火枪兵啊 都浮在这个板屋的上层 这样四击开火呢 也算是居高临下 并且俄军的船只啊 相当坚固 木板 画树皮 还夹着一层泥土 据说在一马场之地 清军的大炮 都打不透沙鹅的船板 这点啊 我还希望好朋友 给我普及一下 这清朝一马场之地 是多远 我没查到资料 有董行的好朋友 留言区啊 您给我普及一下 双方的船只 再离得近点 用火枪护射呀 也是效果不明显 最后 双方的战船 越来越近 只剩下一箭之地了 这下清军有样武器啊 可是显出威力来了 并且呀 这哥斯克兵没有 什么呀 火箭 不是那个卡丘上啊 弓箭上绑上硫磺燕销啊 射到对方船上 就能点燃敌箭 万箭齐发犹如雨下呀 眼瞧着 这哥斯克的大船 就起了火了 一连气烧了七条 剩下的船只啊 也都起了火了 于是啊 赶紧靠岸准备逃跑 一上岸啊 那就好办咯 那一千铁甲武士 是干什么使的 再有了 还有这个中朝 四百名火枪手 等着他们呢 速战速决呀 二百七十名沙俄士兵 被打死在江中滩头 入夜之后 四十七名残兵 驾驶着斯巴斯克号 趁着夜幕 才得以逃命 那个侵略者头子 斯杰潘诺夫怎么样了 嘿 有意思啊 他没死在枪下 也没死在炮下 打扫战场的时候 发现这孙子 趴在江边的滩图上 一只弓箭射穿了脖子 至此 这松花江口大劫 两场战斗 咱们一次全讲完了 您要是觉着 清朝部队杀戈斯克 有意思啊 这个故事啊 咱们就接着讲下去 咱们就一直讲到 中俄萨尔虎之战 得嘞 别忘了 留言区 您告诉我一声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留言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